MING A MEAN MING A MEAN MING A MING A MING MING A MING Yay 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作霖 來歡迎我們的命理老師 首先歡迎黃雄夕老師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李玉霏老師 老師好 接下來歡迎艾菲老師 黃教老師好 今天請到來賓又跟大家聊的是 到底是生女兒好還是生兒子好 好像是女兒貼心 當然 也沒有 有的女兒好像是前世的仇人來的 就女兒越來越大 你就發現說跟女兒之間 有點像在照鏡子 然後越看 她看我不順眼 我也看她不順眼 好奇怪 很奇怪 很微妙 來 換我們的來賓 來 首先歡迎Maggie 哈囉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接下來歡迎這對 真的在照鏡子 女心母女 我必須說媽媽比女兒漂亮 這樣就很漂亮 不然你也跟她女兒黃思佳 謝謝 我愛你啊 朗林哥說 她覺得媽媽比女兒漂亮嗎 思佳來我們把話留給你 你回應一下 我覺得日行一下是好的 她剛剛跟我說沒關係 有夢最美 真的 真的到底是生兒子還是女兒 思佳說你媽 布蘭妮超級重男輕 我媽非常 因為其實我是老大 然後我還有一個妹妹 所以她生到第三胎才是兒子 在她那個年代 沒有生兒子能回婆家嗎 她說她生到第二胎是妹妹的時候 她在醫院放聲大哭 因為又是女兒 然後她就很緊張 然後隔了幾年之後懷了弟弟 哇塞 她整個人胖到不像樣 因為最好的 她就一直吃一直補 然後弟弟生出來的時候 弟弟又很可愛 然後她就是用愛帶大他 所以到最後弟弟的地位 我先問布蘭妮 你生第一胎女兒的時候 你有聽過什麼風涼話 看那個屁股就知道是女人 都是女兒屁股 就是生不出兒子 懷孕的時候 對 批評你的屁股 對 就是那麼小 就生不出兒子的樣子 所以你第一胎 你就聽過這樣的話 那你第二胎又是懷女生的時候 那第二胎 當親戚有人知道的時候 我又懷孕她說 我看這樣她不要生好了 但是有一種傲氣你知道嗎 你叫我不要生我非得要生 可是生出來又是女兒 那你真的生完就哭了 我其實是身心俱疲你知道嗎 明明就在大哭你 那我的意思是說 生完很痛 心裡更痛 當然人家看你 又是女兒 好 我回家了 一句安慰你 恭喜你的話都沒有講 我昨天看一個新聞好可憐 一個坐月子中心的護士 護理人員說 有一個太太第三胎也是女兒 連生三個女兒 對 她最主要講的是婆婆的嘴臉 她那個婆婆已經來了 已經是擺明的 是說 你不要再生了 然後就 牽著這個兒子 就是老公說 我們去找別的女兒 像話嗎 在她媳婦的面前 在她媳婦面前 超狠的 然後說 她說這個婆婆還是一個知名大飯店的董娘 說這個大飯店要講出來 大家一定是說 我聽過 她說真的是這麼的誇張 這麼的明顯 太誇張了 對 叫她不要生了 我們去找別的女人生 喔 所以 我那時候也是怕 就是婆婆會跟我老公講說 不然你乾脆去找別人生 那時候我會有一種 妳生完兩個女兒之後 妳有聽過妳老公一生 唉 或者是什麼 她不敢 她只是 沒有 沒有那麼高興 沒有任何喜悅的 對 她只是說辛苦了 辛苦了 就是妳期待她要是高興 哇好棒 謝謝妳 又幫我們生個女兒 但她沒有 她說 辛苦妳了 怎麼有點悲情的感覺 對 有一點很悲情的感覺 真的 那第三台懷兒子的時候 那不得了了 沒有第三台 她走路都有風了 其實那時候我已經29歲 那我剛好有一點點 我很怕是那個 我就去做這個絨毛穿刺 然後 妳自己偷偷做的 我偷偷去做 當年 還沒有羊毛穿刺 對 絨毛穿刺 然後我去做的時候 你知道嗎 走出來的時候 我就這樣 終於 老老終於媽媽走 娘終於有 帶襪子的 真的 對 那妳回家的時候 妳在什麼情況下 讓妳婆婆知道說 男的 沒有 跟我婆婆 我跟我老公講 我老公馬上 馬上又打電話跟我婆婆說 要生兒子了 要生兒子了 那我婆婆說 恭喜啊 就這樣子 其實她 我覺得我婆婆的那種感覺就是說 她可能以前講了什麼 她現在 我終於如願了 妳知道嗎 所以 態度也都很大的轉變 很大的轉變 沒有了 因為我爸爸是長子嘛 對 所以長子一定要有個長孫 所以這也會影響 布蘭妮對妳們的態度 對 但是妳會 就是她會非常的明顯 我跟你講 射手座藏不住情緒 喜怒哀樂行於色 我弟從小就是過著帝王般的生日 帝王般 然後呢 我有一天 你知道我難免我一定會吃醋 因為我是長女 第一的關愛都是給我最多嘛 突然間注意力都到弟弟身上 然後呢 有一天她就是像水果啊 我們都是切了自己在客廳吃 弟弟都會有一盤專人送到房間 會不會上面還會冒煙吧 就是開門然後這樣 而且媽媽都會說 來 弟弟來吃妳最喜歡的哈密瓜 媽媽都幫妳切好了 只有一根叉子是她一人獨享 我們客廳都是大家分著吃嘛 那我就隨口 然後我就說了一句說 我說妳也太寵她了吧 拜託 她說弟弟怎麼對她那麼好 差別待遇妳也太大了吧 她這位太太 回頭看著我 跟我說了一句話 哼 她有小鳥 妳有嗎 我說什麼 我說什麼 我以為我聽錯 她說 妳沒有啊 所以妳為什麼要講那麼多話呢 我就想說 是事實 我的確也沒有 但妳也不用這樣告訴我嘛 就一句話打死妳一輩子不要再囉唆了 對 我就 我就再也沒有再跟她講過 因為我自己都會記得這句話 就是她好歹她也說 弟弟年紀最小啊 妳是姊姊妳要妳這樣 大家不是都會講一些 這種比較客套的話嗎 她沒有要隱藏的意思 她就直接明白的告訴我 她有我沒有的東西 然後叫我認分一點 一輩子永遠得不到 對 對 而且她至今喔 這麼多年了 她都依然覺得 她當年沒有講錯 她都依然覺得 這句話是對的 但我當時真的還滿受傷的 真的是差很多 那妳現在自己結婚了 妳現在會不會開始 如果懷孕低胎 妳也緊張得要死 妳有想像過嗎 我也不會 但是其實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人 反而生女兒很開心 就我身邊好多朋友生女兒 老公好開心喔 因為爸爸跟女兒 有一種很特殊的連結 然後媽媽跟兒子是另外一套 對 然後所以我反而 我身邊的很多女生朋友 是生了女兒之後 會吃素老公跟女兒的感情 其實我記得 那時候我懷第一胎的時候 我媽媽就跟我講說 她的好姐妹 她的 就我媽的姐妹濤 的女兒跟我同月份懷孕 所以我們的育產期幾乎都是一樣的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她的姐妹濤就跟她講 意思是說 我們來比一下 看誰先有 就是孫子 就是說男的 誰先有小鳥 對 誰先有小鳥的孫子這樣子 後來那等到 因為我有做羊魔穿刺 所以我就知道是女兒了 那我媽就暗兵不動 就先不跟她的姐妹濤 她的姐妹濤問說 那她已經知道了嗎 她去產檢已經知道了嗎 那我媽就說 不知道耶 沒聽你講耶 然後就一直不講 因為我媽已經講 那這聲好啊 因為她們兩個打賭 結果呢 到生的時候呢 她們先生 然後她就打電話跟我媽講說 不好意思喔 我們是生男生耶 然後 不好意思喔 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媽想說 這聲好了 然後輸定了 可是我跟你講 這事情還真會影響到 我媽的心情 我媽喔 她只是外孫而已喔 她就覺得 舒慘了 就覺得人家生男生 好像就是比較有面子 然後我們是生女兒 就說 後來其實 但出生之後 我媽看到 看到孫子孫女之後 她也是 就沒有那個問題了 對啦 但前面的失落呢 失落會有啊 失落真的會有 老人家真的會有 再來是自己女兒 再來是媳婦 妳看怎麼辦 真的 那不然妳這個第一胎 這個大女兒 私家妳 妳是剛好生到一個 很叛逆的是不是 灌水給大家玩 而且是 哇 好好玩 我就翻給她 然後老師進來 然後就 然後就一條 獅子座喜歡分享嘛 我們是教會學家 你女兒怎麼可以 帶這種東西 我家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讓她帶啊 我媽一個小木頭 不知道什麼東西啊 那修女也不好 去講出口嘛 然後到學校我媽一看 真的是不得了 那不然妳這個第一胎 這個大女兒私家妳 妳是剛好生到一個 很叛逆的是不是 不是啊 妳小時候妳跟她說 媽媽在煮飯 妳那個電扇 妳看 不是有動嗎 妳剛剛說妳手不要進去啊 好 那進去嘎到會痛喔 所以她很聰明 人家她手也沒進去啊 她把妹妹的手嘎進去 我不知道 妳為什麼把她手開進去 然後妳說 手不能進去會痛 所以我的沒有進去 我拉妹妹的進去啊 不是 我覺得她就不要開那個頭 因為沒事也不會有人 想把手放進電扇 她就突然間跟我講說 妳那個電扇齁 妳要小心手不要進去 手可以進去 我就開始會有這個想法嘛 手可以進去 妳想看說到底有多痛 對 我想說到底會怎樣 那我過去的時候 我覺得喔 轉速有點快 我就妹妹在旁邊我 就欸不然妳試試 我就拉她手進去 不是 因為我小時候很常 就做一些很奇怪的事 比如說 她就會說 像我小時候比較大一點 大概三歲吧 三歲四歲 然後她在樓上睡午覺 帶兩個小的 那我起來了嘛 她說那妳自己去客廳玩 那我就下樓自己去客廳玩 她睡一睡她發現她說 她忘了幫我開冷氣 她想說 我不知道會不會在樓下太熱這樣 她就下來 一下來之後她就揍我 因為沒有開冷氣 我求生意志也很強 我就把冰箱門打開 把椅子搬過去 把腳放在冰箱裡面 她又把兩隻腳放在冰箱裡面 妳這樣 也是有冷氣 我媽嚇到 妳在幹嘛 我說好熱喔 反正我就小時候 我都是做這些 做一些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事情 那有一攤水 妳剛剛說走走走 我們下雨天 我們要閃過那一攤水 她看到我們大家都閃過 她就很高興 全部人都是全身濕了之後 她是乾的 那妳說該不該打 我從小時候 而且我的代表座是 我的代表座 在幼稚園的代表座 回家她被揍得半死 我至今都還認識 我至今都還記得那個場景 我的代表座是 把保險套拿到學校 當氣球灌水給大家玩 而且是 天主教的 天主教學校 修女的 她跟我媽 我媽臉都歪掉 而且 不是嘛 妳藏好我找到一大盒 我好好玩 我整盒翻去 整盒翻去 我也不知道 那什麼東西打開 先裝給水師看 哇 好好玩 我就翻給球師 然後老師進來 然後就 一條 一條 獅子座喜歡分享 大家都有 然後老師進來笑 這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就跟修女講 修女又直直嗚嗚 然後等一下跟我媽 媽妳來看 發生很大的事 我們是 教會學校 妳妳兒怎麼可以帶這種東西 我家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讓她帶 我媽也想破頭 不知道什麼東西 那修女也不好是講出口 然後到學校 我媽一看 真的是不得了 我真的被揍 我真的被揍 我很慘 好丟臉 你說這種事情 那妳那種東西 妳藏著 妳哪知道小孩會去拿 那私家有跟爸爸比較好 有跟媽媽爭寵過嗎 當然爭寵 買東西也要爭寵 然後她會跟爸爸講 爸爸下班 下班之後我們再煮飯 我們看到老公回來 那時候還年輕 我就抱抱一下 她走過來 走開 她好臭 說我很臭 跟老公說我很臭 因為我們在煮飯嘛 她好臭 爸爸我香香抱一下 然後就親她爸爸 不准我抱她爸爸 不是啊 妳看也知道我就是 年輕版的妳啊 世人都知道她不選我啊 對啊 而且而且就是 我爸雖然比較嚴肅一點 可是就是他對我真的是 第一個女兒啦 我覺得雖然他沒有講很多話 但是他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疼我 就遇到妳就融化 對 然後所以媽媽相對起來 他就會覺得 而且我媽老是覺得我從中作梗 譬如說我每次在鬧啊 那我媽罵我 我爸就會罵媽媽 他就會被罵 那他就會覺得我是故意搞他 譬如說我如果在爸爸面前啊 可能丟玩具啊什麼 那我媽就會說把玩具收好 那我就會很可憐的樣子 那我爸就會說 小孩要幹嘛就幹嘛 妳不要這樣子對他那麼兇 那我媽就整個後來 就會給我一個惡婆婆的眼神 就等一下你就死了 不是他不是這樣 像爸爸不在 那爸爸要下班 我就說趕快把玩具收好 不然爸爸回來亂七八糟 我們只是講這樣 他就這樣瞪我一下 等爸爸回來就 我哪有這樣啊 媽媽 天哪超啊 媽媽哥哥媽的 我只是怕妳說把玩具收好 那演那麼大 妳去演八點檔好不好 就是他浮誇 妳兒真的會對爸爸媽媽兩張臉 對 他小時候就這樣 妳說欠不欠揍 對 就我爸 我爸一抱我 我眼淚就收回去 對 就是這樣 就是我也不知道什麼 就是那種很奇妙的關係 然後所以我媽小時候就 就是她就整是覺得 我就是破壞她感情的小三 好好好 來 我們也從命理的角度 來請教玉佩老師老師 有些姓名組合的孩子 會讓父母享福的 好 其實這個小孩 並不是指很小的小孩 只要妳父母親現在還健在 即便是妳的年齡到了四五十歲 其實這個組合我們都可以來看 那我們要看的是人格跟種格 同時還要對對用字 我們來看第一個組合 會讓父母享福 是因為這個孩子 他心思細膩 然後他又散解人意 不管男生女生 人格總格分別出現了 十一 十六 二十三 二十八 三十二 三十五 四十一跟五十二的人 好 那麼在用字上面有分 男生是易得成修起 憂起超長跟輪 女生是女成兒師知被易秀 衣跟台的人 我們在座的用字沒有對到 好 那只要是對到這個筆畫 或是用字的人 其實他們平常都能夠 還蠻能夠體諒體會父母的用心 雖然他們有的時候實在也很不認同父母的意見 那他該去理力爭的也會去爭 然後呢 該鬧別扭的 他還是會去鬧別扭 可是呢 等他別扭完了之後 表達完自己的意見之後 他還是會遵照父母的旨意去做事情 那很難得的是 不管他們年紀小或是多麼的大 他們很願意去跟父母親分享自己內心的掏心話 而且他也會去聽聽父母親的一些唠叨 那有時間的時候呢 他也願意播出來陪父母 比如說 逛逛街 旅遊 然後呢 比如說上上醫院 總之在父母需要的時候 他一定會在父母親的身邊 甚至於他們真的是很窩心 他會竭盡心力的去討父母親的歡心 在學校的才藝表現或是功課表現 或是日後在社會上的成就的一些表現 總之呢 榮耀父母的 他們都能夠盡量去做到 還有呢 他除此之外 會主動去關心家裡的每一個成員 總之他們的做法就是 絕不偏離孝順這條路 他認為讓父母開心就是一個王道 好 我們來看第二個組合呢 會讓父母享福 是因為他脾氣雖然不好 但是呢 他還是會照顧父母的 我一走進手上一疊照片 我說大姐你不要寫真集喔 怎麼全部這樣子嘛 然後一看喔 什麼這樣子沒有看鏡頭的 這樣子你臉歪的 我說你擺這醜的 為什麼要這樣 欸 我布蘭妮 我能把我醜的照片留在這裡 讓大家過來看我嗎 我說小姐那可以洗掉好嗎 這是你要再洗出來的 欸 漂亮的他都沒買 好 我們來看第二個組合呢 會讓父母享福是因為他脾氣雖然不好 但是呢 他還是會照顧父母的 筆畫人格總格 十二十五 二十一 二十四 三十一 三十七 三十九 跟四十五 石家的二十一 欸 我有欸 二十一 好 那男女用字分別呢 男生是平 遜 朋 舞 于 全 凱 竹 為 民 女生呢 是釋迦 榮 玉 凱 少 雨 梅 利 跟 豐 好 這些組合的人 從小就有一點叛逆的特質 就好像媽媽在講釋迦一樣 那雖然說他們的脾氣有的時候 真的是很韌性 很不羈 放蕩不羈 甚至於沒有耐性對父母親講話 還會大小聲 那嚴重的話呢 他們還會去威脅父母 你說大小聲有一種狀況就是 比如說父母親他生病了 叫他吃藥他不吃 他就會說 叫你吃你不吃喔 那你將來你中風了 你不動了 你不要怪我 我就跟你送到養老院去喔 他是刀子嘴豆腐心 其實他們的心是非常柔軟的 但是他講話的語趣會很讓人家 真的是很受不了 可是當父母親真正發生事情的時候 平常的那些乖乖牌 可能不曉得跑到哪裡去了 但是他們是不離不棄的 也會守在父母親的身邊 那即便是以後 他們不在父母親的身邊 但是父母親有任何狀況 真的 我們有一句話叫做 久病床前無孝子 他們絕對是孝子啊 所以呢這兩個組合 不管對導師哪一個組合 其實對父母親來講 都還蠻窩心的 世家就是屬於這種脾氣 嘴巴不是很好 對 但是 真的喔 共存的話我說不出 但如果他真的需要我 我都是第一個出現的 但是我會邊照顧他邊罵他 就是我總是很愛意這樣 很多女兒都會這樣 有這種角色錯亂 就是女兒變媽媽 真的 會嗎布萊尼 對 他會跟我講說 你如果好好照顧自己 你如果中風之後 我不會買電動輪椅給你 你自己推吧 講得那麼嚴重 不是 因為你知道就是 我覺得有的時候 因為我跟他講好聽話 他反而會覺得很奇怪 譬如說我對他大現殷勤 他一定覺得我要對他下毒 譬如說我斷一杯水說 媽 這杯水給你喝 他一定想說 這杯水裡面一定有東西 對 可是就是我跟他的模式 一直來就是走 好像很爭鋒相對 可是其實他也知道我的意思 可是旁人看起來 好像就覺得說 好像我對他很 對 好像我們兩個感覺 隨時就要吵起來 可是這個就是 我們兩個相處的 我們習慣了 就是這麼直接的講話 對 所以有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我很會管他 可是他真的很值得約束 我帶他出國 我帶他出國 他就可以在外面走丟 我在那個大街上喊他喊不到 打電話不接 找了半天把人找回來 拎著他走到門口 一轉身人又不見了 為什麼這麼不瘦 他就是這樣 然後你知道 我氣到跟全團的人說 我跟你講 我明天就跟我媽綁千繩 就是那種千 綁上飛比人 背在那個肩膀上面 不是 因為他是一個很容易 就是外界迷惑 他就一攤接著一攤 看到哪家店他就逛進去了 對 他就不見了 都沒有在管集合地點跟實驗的 你好歹跟我們講一聲說 我去哪邊 那我等一下什麼時候 他是一逛 沒有時間觀念 逛到人家要打烊 我們全部等他 找不到他一個 然後找不到他 我原本第一時間想說 好啊走丟就算了 後來想說不對 保險還沒賣 我就想說 好還沒找完 開玩笑 但是就是你還是會很擔心 然後我找到他的時候 我當然會很開心找到他 可是我忍不住 我就要先罵他 對 為什麼要亂跑 那他又愛面子 我一罵他 他脾氣又上來 他就說你又不是我媽 你幹嘛管我管那麼多 就在群團的面前這樣講 在遊覽車面上來 對啊 就在大家面前 然後他就脾氣害得上 他說你不要管我管那麼多 你又不是我媽 是也沒錯啦 但是就是 但是就是 就是會很緊張他 不是 有時候 我們要買一樣東西 你出國你至少要買一樣代表性 我到此一遊買個東西 這台灣有 那個台灣也有 這比較貴 不要買 全台人都在等你 你根本一樣 滿足我了 好 真的要聊是不是 我們去景區拍風景照 就是買了什麼 好 我跟你講 大家平平理 我們去景區拍風景照 人家一定會有一個人 旁邊這樣拍拍拍 對 賣照片 對 賣照片嘛 然後你就帶一個電腦前面 然後你就開始挑 我們一定挑最好看的 帶走一張 緊繃三張 對 我們都買好 大家都上車 他還在挑 我一走過去手上一疊照片 我說大姐你買寫真集 怎麼全部這樣子嘛 然後一看喔 什麼這樣子 沒有看鏡頭的 這樣子你臉歪的 我說你買這醜的 為什麼要這樣 欸 我不攔你耶 我能把我醜的照片留在這裡 這樣大家過來看我 我說小姐那可以洗掉好嗎 這是你要再洗出來的 記憶卡嘛 對啊 拍一百張 你不要你人走 他就洗掉了 他跟我說 他怕外流 他怕外流 我也不攔你 他在那邊清空他的醜照 很漂亮的 他在買醜的 漂亮的他都沒買 他說可以留下來給大家看 我說醜的他拿走 我氣到我在那個景區 我發飆 我說你不要再買了 他說 他說欸 醜的不能留下來 我在瀏覽車上的 我就一直罵他 一直罵他 一直罵他 罵到最後他用醜照攻擊我 該不該罵 那媽媽不知道那個邏輯 對啊 下次我就不會了 但是他 但是私家管也不只管這個 他是十一柱形什麼都管 對啊 我 譬如說我喜歡吃五花肉 煎的五花肉 他每次吃飯時間 你吃了沒 我說我這在吃 不要吃五花肉 我說我剛剛要夾第一口 你叫不要吃五花肉 然後 那你還說什麼 手搖飲 愛好手搖飲 我才剛買一杯手搖飲 我說我喝了兩口 拿去丟掉 我老公都不管我 拿去丟掉 不要再喝了 不是啊 手搖飲你喝可以嗎 全糖是什麼意思 他真的要喝全糖 誰啊媽咪 把我起司 你知道我有一天 買一杯半糖給他 減糖啊 他在桌上跟我翻臉 喝一口他說 這什麼東西 我說你的年紀不能喝全糖 你叫我喝東西 不如叫我不要喝算了 你買這東西是什麼意思 他還不尊重我了 然後我臭罵一頓 好去手搖飲 再買一杯全糖回來 當著我的面 先喝半杯 把我氣到不行 你說他是不是很值得 你這樣罵 還有衣服嘛 你穿衣服 你今天穿什麼樣子 這什麼顏色 頭髮說 有的時候說 你吹一下安全帽 前一陣子下我低樓 有一陣子下我安全帽 說你像迪樓 對 我跟妳講 我看一下 他這個瀏海 迪樓是什麼樣子 你們這些孩子真的是 很壞 我有說過嗎 他讓我監管 我兒子說媽 你是不是男人 他說我媽變男人 結果我又去躺 不是啦 我先跟你們講 不是我跟你們講 我媽有多好笑 她留長頭髮 她又覺得她短髮俏麗 她就買了兩頂假髮 一頂叫小美 一頂叫小藍 好 反正就是這樣 好 隨便 她就每天這樣輪流戴 有一天呢 假髮不戴自己去剪短 我說那你為什麼要買假髮 你都這樣子 你不再有替換 他說我還是自己剪一剪這樣 比較好看 越剪就越短 然後剪到最後呢 頭髮弄很高 變迪樓 迪樓被我們笑 心不甘情不願 變成小呱呆 現在就變成這樣子 脆笛書 我不知道 對 我就不知道她有什麼 要 反正她就是 每一天 我覺得好看啦 對啊 她每次看到我 一定要講一樣 先唸一下 我是跟她說 要不要剃光頭 要戴什麼都好看 其實我 我的臉蛋剃光頭 應該比你好看 可以 尼姑很適合你的造型 我覺得很適合 說你們兩個好 謝謝十一柱 行 對 出門這件事情 你們兩個也瞧不攏 對 叫車的事怎麼了 我們錄完節目 她叫Uber 要回家 我說輸入地址 幫她送回家 她先送到她家 結果她又輸入我家 那到她家之後 我跟司機手錶 我待會兒錶我本家 我要去東區 你東區幹嘛 所以你閉嘴 不要在那邊吵 不准去 東區也可以 那你跟我講東區哪裡 我好幫你修改地址嗎 因為她照距離算了 她很神秘 我就是要去東區 我說東區很大 哪一條街 你不要管我 我說小姐我要改地址 你要告訴我 頂好名店城 然後我就幫她改頂好名店城之後 我有地址可以看 因為那個Google 就是那個 就那個系統 行程會在你手上 她不是去東區 我就打電話罵她 我說你去哪裡 所以懂得父母真心真情的 呵護的付出 能夠功成名就以後 她其實會用一些 很實際的一些表達 或者是金錢 來去回報父母對自己的一個栽培 那麼這個父母呢 不只是對於母親的愛 她也是會特別去感恩 自己的父親 所以呢有時候 如果女孩跟父親的關係 反而會跟母親的關係好 她不是去東區 我就打電話罵她 我說你去哪裡 你不是跟我說你要去東區嗎 她說你怎麼知道 我沒有在東區 我說你在哪我都知道 然後我就打電話嚇她 然後她就很不高興 她就覺得我 很喜歡管她 是因為我媽是一個這樣子的人 通常呢她工作完 領的錢 她有一種症狀叫做 錢在身上她會癢 所以呢她一定要 在回到家之前把錢划光 所以她一定要做 對 走一輪 對她沒有不能買的東西 只有她沒看到的東西 對 所以她就繼續買一輪 所以我每次都會說 來我幫你產地直送 我幫你直接送回家 她就會跟我翻臉 所以就是我 不是故意要管她 但是我覺得我是為了她好 是 是 我都一把年紀了 對不對 五十 六十了 我想要做什麼 妳本來想吹牛說五十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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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五十 自己忽然給誇張 這節目大家太熟了 真的 因為妳知道我只睡 因為我想過我要過的日子 可是她覺得我不夠健康 她會花錢的 那當然妳管我也好 妳小小聲講 妳知道那司機 把我送到地點的時候 她說妳的朋友很囉嗦 妳的朋友 大羅女兒 這才好笑 後來我就回馬槍打給她 司機說妳是我朋友 哈哈 她又生氣了 艾貝爾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樣星座的女兒 最懂爸媽的心 來 那麼請大家參考 太陽 月亮 以及上升星座 那麼在這個題版 我們要看月亮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月亮掌管 女兒跟父母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三名上榜的 這個星座的女兒 最懂父母心的這個 星座朋友是金牛座 那麼金牛座呢 在哪一個部分 最懂父母的心呢 他們非常懂得 父母勞心勞力的栽培 其實對於金牛座的女孩來講 他們在長大以後 剛剛 就是準備進入到社會之後 他能夠去體諒 並且去感謝父母 在他的這個成長過程當中 無私的奉獻 尤其他在 自己在去工作以後 或者是為人子女 為人父母之後 他特別就感覺到就是父母 當父母這件事情是非常辛苦的 因為要不斷的為子女 付出勞心勞力的栽培 所以呢很多金牛座的女孩 在一旦開始工作以後 開始養家以後 他對自己的父母 就會特別的去送禮物 或者是說給他們吃 買一些好吃的東西給父母吃 所以這金牛座 其實是很體貼父母的這個 付出跟栽培的 那我們再看第二名的部分 太陽 月亮以及上升星座 如果是獅子座的話 也是最懂父母的星 真的 我們的獅家的太陽星座 是在獅子座 以及月亮星座 也是獅子座 我們看一下 最懂得父母真心真情的 呵護的付出 懂得父母真心真情的付出 其實剛剛在獅家 他在講跟父母的這個過程裡面 雖然是說好像刀子嘴豆腐心 但其實我覺得內心的這個獅家 或者說內心的獅子座來講 他們其實是非常懂得父母 對自己 以及對於這個家的真心的這個付出 所以獅子座他有時候 會感念父母對於自己的照顧 那麼一旦獅子座能夠功成名就以後 他其實會用一些很實際的一些表達 或者是金錢 來去回報父母對自己的一個栽培 那麼這個父母 不只是對於母親的愛 他也是會特別去感恩自己的父親 所以有時候獅子座的女孩 跟父親的關係 反而會跟母親的關係好 那麼獅家的這個月亮 是在獅子座 其實跟這個布萊尼的這個關係 我覺得兩個人 其實你們的這個角色 其實獅家忘了自己是女兒的身份 比較會覺得說我是一個 真的 是女王 媽媽也是一個女王 所以兩個人總是會在嘴巴 在這個言語上面 會有一些鬥來鬥去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這只是一個 家庭的一個互動而已 那我們再看第一名的部分 太陽月亮以及上身星座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星座女孩 也是非常懂得父母的新的 是巨蟹座 那我們來看一下巨蟹座的這個女孩 非常懂得父母什麼呢 懂得父母拉拔養育的辛苦 其實對於巨蟹座來講 特別跟母親的關係 又會跟父親的關係 還要更為的緊密的聯繫 因為巨蟹座大家都知道 它是月亮所掌管的一個星座 那麼月亮它代表的是一個女性的一個關係 所以巨蟹座對於女性的長輩就是指母親 它會特別感覺到就是母親一路以來 為這個家庭的付出 以及為我的照顧 它覺得感覺到母親的一路以來的這個辛苦 所以呢當巨蟹座的這個女兒 一旦長大以後或者是為人父母以後 它對於母親的愛 它會永遠懷念 那麼有上榜的這個星座女孩 特別是金牛座 獅子座以及巨蟹座 都是特別感念 而且懂得父母的新的星座 給大家參考 不過這個貼心的表現也有些不一樣 像Maggie妳家女兒就不一樣 就非常溫柔是不是 對 她是屬於比較溫柔派的 所以我每次下班回家 女兒多大 大四了現在 對 因為現在在外地念書 那之前回到在家裡面的時候 像寒暑假在家裡面的時候 我只要一下班 她就很體貼我 就是媽媽要賺錢好辛苦 然後那個我喊腰疼 她就問我說今天要不要泡澡 我去幫你放水 然後那個腿痠啊 或是等等這些 或者是說我說 她知道 她會知道我那個MC來的時間 肚子不舒服 就問要不要幫你燒熱水啊 泡熱茶啊等等很貼心 這樣子的表現 會不會因為她只是寒暑假回來 可能喔 但她在外地的時候 她就是常會LINE 常會關心我就是 媽媽今天就是那個 維他命吃了沒啊 然後感冒 就是因為我常胃會不好 女兒真的會 就是常忙過頭沒有吃 就媽媽妳有沒有按時吃飯啊 然後胃痛有沒有好一點啊 或是有時候我被弟弟氣到 又不行的時候 媽媽妳不要生氣 然後女王息怒我等等 她會用各種方式去來逗我開心 就是屬於溫柔鹹的 對 這感覺有點像是 前世的丫鬟來投擔 有沒有 布蘭妮妳們家不是 妳好像是 妳是丫鬟 妳們是 她是前世小姐來投擔 我是外勞 我叫外勞 所以思佳其實妳最擔心的是 布蘭妮粗心大意 她最不會照顧自己的身體 不是說整個要突起來像怪物啦 就是略略的不要陷下去 然後不要很多的周文破壞 那也不要深沉暗色 這就是復工的完美 如果要代表早年嘛 也代表小時候非常的愉快 得到父母親很好的照顧 自然而然妳會去報答 菁姐快到了 我們也趕快請尤夫老師 我們來看看孩子的這個手段 是屬於媽媽貼心的小棉袋 有哪些特徵 小孩子對媽媽貼心 我想不是只有金錢方面 最重要是指心意心態 對她的日常生活 食衣住行 她也是實際的行動 不是只有嘴巴講講 實際行動去表達我的貼心 好 那麼這個我把它分成兩種 第一種是前世和母親的因果 就是小孩子跟前世的因果 但這是很玄的說法 就好說前世說明他們還是一樣是母子 或者倒過來是子母的 但因為很恩愛恩 現在是來報恩的 對嘛 我們就講說有來報恩的 有來報仇的 對不對 這女兒有前世是丫鬟的 有前世是小姐的 他們前世因果 但我想這是玄的 我們以科學的解釋 的角度來講也對 以科學的角度來講 就是說你在媽媽的肚子 你可以跟媽媽之間的血緣關係 得到好的遺傳 得到好的個性 所以這一世呢 你當然對媽媽非常的孝順 因為你在媽媽 就是跟媽媽牽涉到這些關係 所以我想寧可用科學的說法 你說真是前世 其實就是胎兒受胎的時候 好 那我把它分成兩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 就是跟前世母親的因果 所以你對媽媽非常貼心 是因為你的額頭高 我們講額頭代表早年 代表你對跟母親之間的關係 跟母親之間的遺傳 遺傳又來了 真的 真的是他們的額頭 其實我們也蠻好的 我們邀請一個來賓 但是會出現兩個來賓 不然你加遺傳 對 卡斯陣容非常堅強 真的好高 你額頭 好 然後呢 父母宮完美 額頭高 父母宮完美 父母宮在哪裡 就是額頭比較靠近 中間這個地方 不能說整個要凸起來 像怪物 就是略略的不要陷下去 不要很多的周紋破壞 也不要深層暗設 這就是父母宮的完美 像這樣子比較 當然我講師家 這應該是完全有 師家有 不然你也是有 那就表示不然你 跟她的母親之間 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的額頭 剛剛講過 代表早年 也代表小時候非常愉快 得到父母親很好的照顧 自然而然 你會去報答她 這是看額頭 其實還有看一個地方 她每次看到我媽就說 好漂亮 好年輕 比思佳還漂亮 我媽就 怎麼那麼老實 她就照單全收 然後我老公就是 一副就是這樣 你看你看你看看 看我多聰明這樣 從此之後 我媽打給我 她都問我說 你老公想吃什麼 然後永遠 什麼事都會忘記 我老公還是什麼 她都記得 我媽現在在外面 都不是誇獎她 而是在誇獎我老公 其實還有看一個地方 在眼睛跟眉毛之間 眼睛眉毛之間 我們稱為叫做田仔宮 那田仔宮要開朗明鏡 就這樣不要擠在一起 皺在一起 或者很多的雜毛 巴巴狠狠 那麼這個田仔宮 我們的說法是 不一定是指你的田仔 你自己賺田仔 是指父母親給你的田仔 父母親給你好田仔 你的田仔宮長得好 你真的就可以 可以得到好的田仔 那為什麼可以得到 父母親好田仔 當然也還是一樣 父母親的遺傳 父母親給你好的教育 好的教養 當然還有好的祖產都算 那你對媽媽是非常的貼心 好這一項 我把它论成是前世的 那下面這項是 這一世你自己的修行 這次就是說 你從小看到父母親的辛苦 是 父母親這樣勞心勞力的照顧你 他的教育教養 當然你自己發自內心 覺得我應該要對媽媽好 對媽媽貼心 好這個也是我把它分成兩項來講 第一項呢 叫做小水星 這裡叫小水星 就是人中跟嘴巴之間叫水水星 所以我這邊第一項 人中生 人中要生 第二小水星就是這一代 小水星要分明 好這種長相是什麼特色呢 這長相特色就是說 他做事情都會考慮到別人家 他從小他自己都一直 他雖然是小孩子 他就看到爸爸媽媽 哇那麼辛苦 爸爸媽媽對我做了什麼 他會想到 因為他會考慮人家會想到 媽媽呢他現在已經年紀大了 他的健康 他自己各種生活 他或者他哪方面都不方便 他完全都能夠想得到 自然而然他發自內心的 來去照顧媽媽 這個是從人中跟小水星來看 再下去用耳朵也可以看 耳朵厚有輪有闊 輪就是外面這個 闊就是裡面的 有輪有闊就是 做事情會考慮到對方 也考慮到自己 他不會自私 不會叛逆 我們最怕小孩子 這種擴太強的 我們叫凡耳 凡耳就是考慮自己 他通常那種不會孝順母親的 一定要有輪有扣 有擴 這才比如說 考慮人家 考慮自己 那是對人家 對自己 然後甚至可以考慮到 整個家人的相處 所以他對母親 就非常的孝順 非常的貼心 那在我們人像學裡面 額頭也是看小時候 耳朵也是看小時候 都是由他的原因來的 是 好 那這幾項給觀眾朋友 做參考 Maggie 你們家女兒比較貼心 可是兒子就比較 讓人操心 是不是 就是兩個兒子 尤其是那個老二 大兒子 真的是喔 氣死 他們每次那個成績 當然就不愛念書 成績這樣每次一寄到家裡 我要打開之前都很緊張 我都覺得我那個 打開來可能心臟病會發作 打開來那個成績 那一就是有那種什麼十幾啊 三十幾啊 這種成績 那我就跟他講說 兒子你乾脆不要念書好了 你就學費繳了 他現在大二嘛 就是大學你不要念了 你趕快先出去工作好了 而且我覺得 學費繳也是浪費 但他也不錯啊 他到了那個學期末 他還是給你可以每一科 就拼過關 然後就繼續現在也念到大二 要升大三了 他最後還是能夠地空飛過就是了 然後他在之前呢 大一的時候就交女朋友 交女朋友之後呢 常常還玩到很晚 大概三更半夜12點 沒有超過12點不回家的 還有就是自己去打工 買了那個重機 自己用貸款的方式 然後打工買重機 我在路上開車 然後看到怎麼有個重機 在後面追我 然後紅燈停下來呢 從我旁邊插過去 我兒子耶 真的很令人操心 他前一陣子就是為了女朋友啦 晚回家啦 然後又是這一些 還跟我大吵一架 然後大吵一架 就離家出走 好幾個月的時間 好幾個月 他其實也很獨立 他就自己打工 然後自己生活 但後來我們現在 後來也是和好了啦 對 想想還是生女兒 真的 是不是 我頂多就是多念你兩句而已 我還是會回家的 因為你沒地方去 沒有 沒有媽媽對你那麼好 她不敢出去 因為她在家是公主 她要有什麼演技 沒有啦 因為其實我跟你講 我們就是長得叛逆 講話好像很叛逆 我們其實內心膽子很小 我小時候也有嗆過 離家出走這種 這種瘋狂的話 我說我跟你講 包包我離家出走 他說 你走啊 你趕快走 我可以鎖門 我馬上不到五分鐘 然後我把行李打拔好 真的 丟到門口 滾 然後我就走到我家樓下大門 我就回來了 因為我就 不知道去哪 不知道 我不知道去哪 而且我突然想說 你叫我走就走 多沒面子 那我不走了 生兒子喔 可能因為長輩的期待 然後一定要拼個兒子 但是話說 兒子長大之後 衍生出來就是婆媳的問題 對不對 但生女兒就不一樣了 生女兒是會再賺一個兒子回來 會嗎 真的會照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有趣 真的是 你們家的 古藝來 古人說的話 真的還是滿應該要相信的 像我到我女兒 我有女婿家 現在是我女婿家 不是我女兒家 比如過年的時候 我到他們家 我一進門 看到一個 一個名牌包 用一個防塵袋包 你能不能不要那麼郁郁 然後我就像你 我女婿說媽咪 她馬上把防塵袋打開 然後背在我身上 我跟她說 I love you 她說我也是 結果這個女人 從房間走出來 那是我的 我說誰說你的 她說我的 我說我老公買給我 她說Honey 我也有買一個對不對 她跑進跑出 永遠找不到 因為她老公已經把那個包包 背在我身上 不是 他們兩個很想上演一種戲 就是我老公真的也是嘴巴很甜 很會講話 她就是對長輩真的很有意 我媽就是吃這種甜言蜜語 她每次看到她怎麼收服我媽 她每次看到我媽就說 好漂亮 好年輕 比斯嘉還漂亮 我媽就 怎麼那麼老實 她就照單全收 然後我老公就是一副就是那種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我多聰明這樣 那我當作就很火嘛 然後每一次只要我跟我媽講話 稍微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我老公就會過來抓住我的手說 不要這樣 跟你媽媽道歉 我媽就 就是擺那個姿勢 她會叫你跟你媽道歉啊 對 那我就很氣 然後我就說 我媽不對 然後她說 乖跟你媽媽道歉 因為她知道我不會道 但她講這句話 我媽就會覺得有人挺她 對 所以呢 從此之後 我媽打給我 她都問我說 你老公想吃什麼 然後永遠喔 什麼事都會忘記 我老公還是什麼 她都記得 我媽現在在外面 都不是誇獎她 而是在誇獎我老公 可是我覺得她很懂禮貌 因為她會跟我說 她看到她說 跟媽媽說 I love you啊 趕快啊 跟媽媽說愛你啊 你為什麼不跟媽媽說 可是我們聽了 心裡就融化 終於我跟她吵架 剛吵完架她說 媽媽對不起喔 她會代替老婆來說對不起 她會代替她的老公 對不起 我老公很會 這個很棒 只是嘴也太甜了吧 現在的年輕人 很少可以看到這樣的 我覺得 但是她不是由頭 就是那個油嘴滑掉的那一種樣 她說媽咪 她不乖我回去交 她會告訴我 她會告訴我說她不乖 我打她 那我看了 聽了 誰打誰都不知道 回去都把誰打誰 那我們聽了就很舒服對不對 好 來 大家都很羨慕布蘭妮對不對 來 艾菲爾老師也幫我們分析 什麼樣星座的男人 就是屬於標準的好女婿 好 我們來看這個星座提板 那麼這個星座提板呢 是針對我們的這個男性的觀眾朋友 那麼什麼星座的男性呢 是這個標準的好女婿 當然是從我們的丈母娘 以及老丈人的眼裡面來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男生的話 如果太陽跟上升 如果有上榜的話 可能你就符合這個好女婿的標準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名上榜的 如果太陽或上升星座 是金牛座的男生的話 可能是符合這個好女婿的標準的 原因是因為 這個金牛座的男生 能夠做到疼愛小孩 而且尊重老婆 這件事情對於老丈人 以及這個丈母娘來講 這件能夠做到 這兩件標準的事情的男生 真的是一個很不容易了 因為現在這個社會新聞裡面 常常會出現很多這種家暴的男生 還是說這個打老婆 還是嫌棄老婆的這個男生 那麼這樣的呢 絕對是在老一輩的眼裡面 或者是丈母娘 或者是老丈人的眼裡 就絕對是不及格的 但是金牛座的男生 他能夠做到 就是說他疼愛自己的小孩 會對自己的小孩 非常的有禮貌的教養 而且會付出的心力的照顧 那麼不會把小孩 丟給自己的父母去養 好像完全不關自己的事 他不會這麼樣的冷酷無情 而且金牛座對於長輩 其實也是非常的一個孝順的 也是非常體貼 那同時呢 在長輩的眼裡 他會是一個非常疼愛老婆 而且尊重老婆的人 所以金牛座呢 絕對符合好女婿的 這個標準之一了 我們看一下 第二名上榜的朋友 太陽上升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 星座男生 也是符合好女婿的一個標準 就是摩羯座 我老公就是摩羯座 這個是家老公是摩羯座 我們來看摩羯座為何 能夠符合好女婿的標準 他們是勤勞肯做 而且呢 有責任感 其實對於這個男生來講 能夠做到有責任感這件事情 不管對你的工作 對於家庭 對於這個經營這個整個家庭的 這個氣氛 或者家庭的這個發展 這個摩羯座的這一份這個肯做 而且呢願意去付出的這個能力 其實在丈母娘 以及這個老丈人眼裡面看 其實是非常的欣慰的 因為他覺得是說 現在這個男生肯吃苦的 而且呢有肩膀去承擔家庭責任的 這樣的男生其實是越來越少的 那麼現在的男生很多還是肯老族 或者是結婚以後呢 完全不去這個操持自己家裡面的一些大小事情 完全把這個家裡面的一些事物 就丟給自己的老婆做 或者是完全呢就是完全不管 但是對摩羯座來講呢 他是一個勤勞肯做的人 就算他在外面的事業已經經營的非常大 在外面呢人家都稱他為大老闆 但是他在家裡面 仍然是願意扮演一個勤勞肯做的 一個好丈夫的角色 因為他覺得說成為自己一個 家裡面當中的一個好爸爸 一個好丈夫 在丈人眼中成為一個好女婿 這是一個責任感 所以呢這樣的一個表現 其實對於這個老丈人以及丈母娘 在眼裡面看來是非常的欣慰的 再來我們看到第一名的朋友 很願意讓自己成為一個家庭的一個主心骨 不管自己再怎麼的辛苦受累 他都會默默的承受 其實他們對家人 有他自己一套愛家人的一個方式 其實是平常他們跟家人在溝通 在講話之間 你感覺他的言詞好像非常非常的犀利 但是當家人遇到麻煩的時候 他一定是挺身而出的 他絕對不含糊 再來我們看到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星座男生 也是符合好女婿的標準 就是獅子座的男生也有上版 獅子座呢我們看 為什麼能夠做到好女婿的一個標準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對於家裡面是出錢又出力 而且是孝順長輩 其實對於獅子座來講 他一旦就是結了婚 主持了一個家庭以後 他的這個照顧 他的這個為家庭的付出 不會是只有對於自己的原生家庭 他也願意出錢出力去照顧 那個太太這一邊的這個家庭 太太這一邊的家庭 就是他的丈母娘以及老丈人 如果需要幫忙的話 他也不會去這個令色付出 因為這個對於獅子座來講 他就是覺得說 我能夠盡我自己所能 不管是出錢還是出力 照顧整個家庭或照顧整個家族 這都是一個非常榮耀的事情 其實對獅子座男生 他們非常有所謂的 傳統孝道的這個概念 他覺得說孝順父母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那麼這一份孝心 這一份這個謙虛的心裡面 那看在這個老丈人 以及老丈母娘的眼裡面 會覺得說真的是非常難得 這個不只是呢 為這個我們娘家這一邊 就是女生這一方 願意出錢還願意出力 就是陪伴 他覺得說這樣子呢 就講出去 這個老丈人 以及丈母娘都會覺得 非常有面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金牛座以及摩羯座 以及獅子座的男生 那麼呢 對於丈母娘跟老丈人眼裡面 他們都是標準的好女婿 請大家做參考 好 不過話說回來 剛剛聊到思佳老公 我們是摩羯座的 對 摩羯座 本日主打星 摩羯的女婿 她的責任感 尤其是妳老公 是在哪個點上 其實我老公 他其實就是一個很務實的人 摩羯是不是比較 一板一眼 他其實 就不浪漫 他愛妳他也不願意講 但是他還會出其不意的 對不對 給岳母來個禮物 抱抱什麼的 我老公其實是這樣 就是他 沒有 他只對他在乎的人 摩羯座是這樣 他認定的自己人 他就對他非常好 那其他無關緊要的人 他就當空氣 所以就是他 所以我剛開始跟他交往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很浪漫 然後後來呢 其實像有的時候 他飛來飛去的 他只要在台灣 他都會跟我說 是不是該跟你爸媽吃飯 這麼傳統 因為你知道像有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他像外國人的 可是因為你知道像有的時候 我們老師會覺得 如果你一天到晚回娘家 好像你是不是感情不好 還是什麼的這樣 但我老公不是 因為他跟他家人的關係 都很親密 他常常他就會說 我們好像有一陣子 沒有跟你爸媽一起吃飯 要不要約一下 這樣 他常常會自己去主動講這個 因為我不想要好像 我勉強他去跟我爸媽吃飯 他都是自己會講的 所以那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他不是只是跟我結婚 他其實是對我的家人 他都是一視同仁 而且他就是常常比如說 他就會問我說 因為像我媽就會說 那你要吃什麼 那我老公就會跟我說 你就挑你爸媽愛吃的 餐廳選吧 對 他就會這樣 然後那我就會覺得 他其實也蠻貼心的 就是而且 因為其實我覺得 男生結了婚之後的 那個責任感會比較不一樣 因為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飄胚 都是一回事 那對啊 他會很嚴肅 但我看他對你媽也還好 那他對你弟妹怎麼樣 你妹會不會 姐夫姐夫在那邊跟姐夫 我弟也是 我妹也是很會鬧他 然後就是 但是因為其實 我們兩個人的家庭 很相當就是 都是兩女一男 我是長女嘛 對 然後他是最小的兒子 所以他上面有兩個姐姐 所以他其實從小就很習慣 跟女生打交道 知道怎麼跟女生相處 對 他知道怎麼樣 跟女生相處 怎麼樣跟女生 怎麼樣惹火一個女生 跟怎麼樣討好一個女生 他都很強的求生意志 所以他看到我媽 所以他看到我媽 他當然知道說 哇 情賊先情王 因為他也知道 我媽不好搞 接著呢 玉佩老師也幫我們分析 什麼樣姓名筆劃的人 絕不會讓家人受委屈 男女同論 我們看的呢 依舊是人格跟種格 我們來看第一個組合呢 他不會讓家人受委屈 是因為他會為家人挺身而出 你的人格總格 如果分別出現了 7 13 17 21 23 26 31 跟36的人 他們非常的不短 很互短 對 他可以在別人的面前去抱怨 他家人的不是 但是呢 他無法接受別人在他面前 說他家人的不是 他覺得呢 我的家人再怎麼不是 也輪不到 你在我面前 說三道四 你手畫腳 所以他的槍口 永遠是對外的 還有一個呢 他們為了家人 他很願意讓自己成為 一個家庭的一個主心骨 不管自己再怎麼的辛苦受累 他都會默默的承受 其實他們對家人 有他自己一套愛家人的一個方式 其實是平常他們跟家人在溝通 在講話之間 你感覺他的言辭 好像非常非常的犀利 但是當家人遇到麻煩的時候 他一定是挺身而出的 他絕對不含糊 像這些組合的 尤其是父母親 他下面的小孩 如果是真的很不受教 旁邊的人看 不管你再怎麼對他小孩有意見 你千萬不要在他面前說 他孩子這個不對 那裡不對 他會覺得輪不到你來說 要摸得還是要教育 真的 我連我老公 他如果罵小孩罵得太兇 我都會覺得你是怎麼樣 好歹孩子是從我身體生出來 你不用罵他這麼兇 要罵也是我自己來罵 那他是什麼人 他就有小幫忙一下而已 所以在批判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好我們來看第二個組合 是凡事他都是家人擺第一 人格總格分別出現了 9、12、25、30、35、37、42跟47的人 好這些組合的人 只要是家人的事情或是家人的需求 他一定都會先放下自己手邊的事情 然後去幫家人完成 重點是他做了之後 他還不會去邀功勤賞 然後到處去炫耀 那有的時候你看他們很忙很忙 其實一天下來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他們是在忙家人的事情 他自己的事情有時候都是放在一邊 那家人受了委屈了 他可能要葬一隻眼 家人在外面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他想盡辦法 他鑽破了頭 也要來幫家人出這一口氣 所以他們就算是結了婚之後 有了自己的家庭 他還是會把自己的家人擺在第一個 所以他們如果說夫妻之間吵架 因素有很多 可是這個組合的人 如果夫妻吵架 大部分都是跟他的原生家庭有關 比如說原生家庭的父母親生病了 或是沒有人照顧 這些人大概假日或是平常 有很多事情都會去照顧父母親 把好多時間都放在這上面 另外一半他開始就會什麼 開始不平衡了 為什麼你家裡還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父母親是大家的 你又不是獨生子 你也不是獨生女 為什麼你就要把它給承擔下來 那他們難道都不是你父母親生的嗎 所以就會為了這件事情 吵得沒完沒了 可是在他認為 就是因為他們不管我才要管 如果他們不管我才不管 那父母親我的家人該怎麼辦 所以他也有他的一個立場 總之呢他們就是認為 只要是涉及家人的事情 家人擺第一自己就擺在第二 那這到底好還是不好呢 在於個人的感覺了 所以這兩個組合就給大家做參考 好的 由不老師馬上來進行測字的占博 我們就來占一下未來一個月呢 誰會對我最貼心 好 我們的字面就是今天的主題 好可愛喔 是貼心的棉袄 這個貼心棉袄從四個字裡面選一字 來測看看未來一個月 誰會對我最貼心 那請現場的貴賓還有觀眾朋友 請你來選一個字囉 請喔 直覺囉 貼 貼 我也貼 可能就跟我選人群同心啊 Vicky呢 跟我棉 好的 來 老師們 棉 貼 棉 熬吧 小盒 真的 沒有熬 這個字很好 真的 觀眾朋友 你是選好了 我們來看答案 現場這個新字沒有人選 觀眾朋友可能會選這個新字 我就從新字先發表了 新的答案是 戀人體貼 恩愛愉悅 美選 誰就有最貼心 那當然是愛神啊 或者桃花神對我最貼心 80分 好 其實我們看一下棉 棉是Magy 玉佩老師 跟靜純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 如果也是棉的話 答案是 那是誰呢 當然是工作之神 工作之神就是陸神啊 所以是陸神對我最貼心 90分 好耶 好 下面看一下熬 到底這個熬字好不好 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選這個字的話 答案是 奧客啦 小人 秀里長大 這個字就不太好 是誰對我貼心呢 是衰神 衰神 對我最貼心 對我最貼心 下面是 世家庫布蘭妮 還有觀眾朋友 也是選這個貼 貼注意看喔 它這邊是財嘛對不對 這邊贊助錢財嘛 贊助錢財這個字當然好啊 財神送錢 歡喜點收 所以財神最有最貼心 100分 掌聲鼓勵 好 先生好 來…好玩大方送 我們要送出三份 讓你美麗有活力的好禮 詳請請上命運好好玩的 官方粉絲頁參加抽獎 好 謝謝老師 謝謝Magy 謝謝兩位的分享 大家好 也感謝您的收看 別忘了下次同一間 請整理收看 命運好玩 拜拜